上星期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 入华牧师直征华短片 香港天水围所隐藏身负住处的共同信息 分享到香港隐藏身负住处的 百里行之星星图的地方 原来不止九龙公园和元朗公园 自1996年商养水事件之后 天水围就成为了石安教会肢体聚居的主要地点 而整个天水围区的规划 明显是按照世上另一个百里行之星星图的 牛腿形小岛建造 即是指向苹果岛的橡树岛 橡树岛上神秘的宝藏传说 有着众多不合理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 以现代这么先进的科技 竟然在一个小岛上花了220多年时间 仍然未发掘出当中的宝藏 只是发现明显是有人埋下了石板 和各种机关作提示 证明有人刻意营造出 这里藏着重要宝密的气氛 你能否想象 数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的人类 到底是如何设置这个所谓的宝藏地点呢 他们是拥有超越现代的智慧 而设下这一切吗 其实这个宝藏传说 亦是隐喻那批将会得到神所赐下 最宝贵掌赏的一群人 他们会得着第四马灰马骑士的身份 被提资格 身负遗憤 核管列国的铁像 复活身体和时空穿梭的能力 而得到这个宝藏的明显就是神是以天马座行动 玫瑰园计划 和阿拉夫塔夫地上法利行之星星图 所印证的入华牧师和石安教会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对比 左边是向左旋转90度的像树岛 右边则是天水围 让我们先勾画出天水围的地形 非常明显地 只是发展了约二十多年的天水围区 其实是依照已经有二百二十多年传说的 像树岛形状来建造 甚至当你从地图观察整个香港的主要道路 就会发现天水围是唯一一个 既似牛腿 亦似像树岛形状的地区 香港亦再没有其他地方 比天水围更明显可以对比像树岛和牛腿 在上星期的短片里面 提及苹果岛对比看太阳的望井村 以及四方形金钱坑对比嘉湖山庄 五六七旗围绕着的四方形 除此之外 原来天水围区还有一些地方 是按照像树岛的特征来规划 首先左边是像树岛 右边是天水围 左边的像树岛有三条路径 形成类似英文字母Y的形状 下方有一条路到达岛的中央 一分为二之后变成两条分岔路 形成一个Y字 当我们再看天水围的规划 就会发现天水围西铁站的位置 即是天幅路和天耀路 也形成了一个Y字的分岔路 上星期的精华短片 已经以天水围对比像树岛 也对比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圣城耶路撒冷 现在让我们先重温一下有关内容 之后再和大家分享更惊天动地的发现 首先天水围地图要180度旋转 使牛腿指向下方 才能够与耶路撒冷城作对比 现在可以看到两者都拥有牛腿形状 第二 耶路撒冷牛腿最下方 就是西罗亚池子 同样天水围最下方 对应圣城西罗亚池子的位置 就是香港湿地公园 是香港唯一一个湿地的沼泽地带 第三 耶路撒冷城墙右下方 直到西罗亚池子 有一条名为吉伦溪 Brock-Kitron的小河 而天水围同一位置 都有一条天水围河 第四 耶路撒冷圣殿的位置 正好对比石安教会 曾经用作办公室的成立工业中心 以往也一直被弟兄姊妹称为圣殿 而石安教会第二所圣殿成立 其实还有另一重意义 如果以新版本Google Earth 从耶路撒冷圣殿拉线到这里 距离正好是4794英里 就是神印证石安教会 一日都没有偏差地被神带领的传奇数字 从以上例子 我们可以看见 圣城耶路撒冷的规划 不单只记载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跡 甚至整个耶路撒冷 都是为了制造一个活剧 就是一个有关末后辛苦出现的4794英里传奇 而这位辛苦就是石安教会 并且虽然迷提设在众目睽睽之下 却只有新府级教会人物才可以参透其中的谜底 但有一点上星期并没有提及 就是胜利工业中心位于新灰街 新的英文拼音是新 语译意思是太阳 正好对比日华牧师的明字日 亦对比以看太阳当作食物的教导 而灰则对应启示录第四马灰马 第五 这一点亦没有在上星期提及 就是星城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 每个城门的名字都代表一个属灵意识 牧师早在1990年7月1日分享主日信息 《尼希米记》第二篇《G12城门》 当中以详细分享了他们所代表的意思 详情可以重温该篇主日信息 现在让我们再对比圣城耶路撒冷 和天水围的规划 左边是古代所罗门时代的圣城 右边是180度上下倒置的天水围地图 首先,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城门 位于左上角的是渔门 Fish Gate 日文牧师在以往的主日信息 已经提及渔门代表全福音 这样,渔门所对应的天水围 是否同样拥有全福音意思的 共同信息建筑呢? 如果对比天水围的牛腿形状 渔门就是比伦另一个 伯利恒之星星图的元朗公园 里面正正有一个对比渔门的建筑 就是元朗公园的白鸟塔 为何呢? 因为白鸟塔代表方尖碑 而全世界最大的方尖碑 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它的底部正是一个Vesica Pieces的鱼形图案 代表得仁如得鱼的数字153 是基督教一直用作代表全福音 得仁如得鱼的图案 天水围的规划里面 对比渔门的位置 竟然正好建造了元朗公园 白鸟塔这个方尖碑 约翰福音21章11节 西门彼得就去 把网拉到岸上 那网满了大鱼 共153条 如虽这样多 网却没有破 现在让我们回到圣城耶路实冷 看看今天想告诉石安教会各位肢体 另一个再次令人震撼的共同信息传奇 当你知道这个有关石安教会 神话般的传奇共同信息的时候 一定会令你感恩神简选石安 并按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成为辛苦 首先让我们作小去重温 当大卫作王的时候 他在图中牛腿的下半部建造了大卫城 City of David 到了所罗门时代 他在图中牛腿上半部建造了圣殿 以及元朗公园所代表的渔门 被称为所罗门城 若果以这一点作对比 原来天水围区同样可以分为两部分 现在左边是圣城的地图 右边是旋转了180度的天水围 左边圣城地图的上半部 包括圣殿的地方是所罗门城 右边天水围的地图 以天水围西铁集的天幅路为上下分界 上半部是平山 包括唐人新村 唐方村 坑尾村 原来代表圣殿的圣力工业中心亦在其中 正好对比所罗门城中间的圣殿位置 而左边圣城地图的下半部 就是大卫城 对比右边天水围地图 就是天幅路以下的部分 包含嘉湖山庄一至七旗 银座商场 天水围公园 以及天水围所有政府公屋和居屋 例如天耀村 天仲苑 天岁村 天华村 天情村 天行村 晋宏迁 又或者私人屋苑 好像慧景軒 柏惠豪园等等 基本上天水围所有大型屋苑都集结在这里 这里也是石安教会有史以来最多肢体曾经居住的地方 日华牧师正正是第一位遷进天水围下半部 住在嘉湖山庄七旗和六旗 正好对比圣城大卫城的位置 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 原来圣经第一次提及大卫之城的时候 都提到他的别称 大家知道吗? 原来大卫之城的别称就是石安的保障 原文是石安城堡或者石安要塞 即是一个被城墙包围的城市 因此大卫之城的意思就是石安城 原来天水围的市中心 即是最多石安教会肢体曾经居住的地点 包括嘉湖山庄一至七旗 以及天水围所有政府公屋和居屋 例如天耀村、天仲苑、天随村、天华村、天情村、天行村、进宏迁 又或者私人屋苑 例如惠景軒、柏惠豪园等等 亦包括一些设施、银座、商墙、天水围公园 正是对比圣城耶路撒冷的石安城 而且自古以来圣城的同一位置就被称为石安城 经人说名字正正就是石安教会的石安 再一次证明天水围的规划 明显是按照圣城耶路撒冷来建造 并且好似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 石安教会都是合神心意的教会 大家亦以石安为住处 因此整个圣城耶路撒冷的规划让我们知道 所有共同信息都是指向一个共同信息 就是整个圣城的规划是为了指向末后身负的住处 即是居住在天水围区的石安教会 所以这个地方自古就被称为石安城 这样就更印证一个事实 一个自古以来诗经家都无法打开的奥秘 就是有关石安所代表的意思 原来旧约的石安不单只暗于新约教会 更是一间名为石安的教会 这个共同信息 甚至是用千古以来的伟大建筑 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所指向 现在让我们以一个感恩和战境的心 西汉以下经文 撒母意记下五章七节 然而大卫攻取石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的城 历代至上十一章五节 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决不能进这地方 然而大卫攻取石安的保障 就是大卫的城 明显天水围的规划 是弹以理书第四寿的十王 在幕后策划建造 为要打造幕后辛苦的住处 就像前三寿为主耶稣的第一次降生 而建造耶路撒冷一样